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辛苦 不要紧要,我继续两剂给你享受 好像内容困着很多火,不能够灑出来的 真的要出火 不要紧要,今晚我和你慢慢出火 不是那么恐怖吧 用药,用药即火 为何有时燥热会变了风寒 在外国人来看应该被流感或细菌感染 只会有这样的问题 惯性吧 每年一游秋冬天气一转 一干燥 你自己的咽喉的粘膜 气管位置全部免疫力都会下调 但如果你说西方的医学角度 它只是着重病原感染 包括细菌,包括病毒 但中医的角度 认为会有跟体质相关的因素 包括身体寒,我们会转化为风寒 身体热会有风热症状 现在入秋冬,我们会有秋醋 肝醋的症状 其他不同类型的外感 有不同类型的治疗方法 我们终于着重身体免疫量力的提升 而不是单纯细菌感染 好了,我经常都说 不如身体有些跡象 有些喉咙痛,声音,鼻塞塞 留着一尺 去这个凉茶店,帮我收拾 这个24味或感冒茶 老人家说你小心点 你一喝完之后就打起出来 真的不喝油自可 喝水就大顶落了 立刻头痛肩膀痛 只是声音就是即使鼻水很长 是这样,我们前feren 而且衣外感与濕疹是 halluc 有一些校图,只发出来 但这是个错误的 是 lone co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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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医治疗不好 ifiqu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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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评计的医证 如果对症病紅 The brain 对症状很好 其实会缓解 慢慢地活着 体质肌素 claro 如果發酵出來, 其實是要醫錯了 不會有這個治療方法 發酵出來是指發汗 發汗是改善表皮、皮毛、肌能 而不是令症狀發酵出來 包括感冒同樣 你吃完幾劑感冒藥, 理論上 頭一、頭二劑已經要改善 如果你說不斷流鼻水 不斷咳, 不斷氣管 立刻示範給大家看 立刻滲鼻涕, 頭痛, 發燒更厲害 其實藥可能不太對 大部份的外感症狀 都會在兩至三劑內完全改善 但如果你說一用完之後 開始有些相反的症狀 其實藥物是未能夠處理病症 但你說這個情況是否嚴重呢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能夠堅持服藥 無論中藥、西藥 你大概現在的感冒症狀 三至五天左右都會完全康復 對, 在西方裡 我們有時, 特別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 你也知道醫療制度 基本上是社會主義制度 大家看醫生都不用錢 在醫生都不用錢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醫生 基本上不接感冒傷風的症 你回去睡覺就可以了 最多回去休息, 喝多點水 不要走出街 幾天之後就好 但我見到很多老朋友 一到感冒就很慘 正宗, 老人家在嘔 很辛苦 但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是否可以呢 因為資源不足 不想你濫用醫療系統 還是怎樣呢 阿鱷魚, 你這個真的問得很好 我其實一早想說 其實呢 任何東西都有兩邊的 其實你用在好的地方 你用在壞的地方 都有它兩體的 如果在我們華人的社會 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我們中國人呢 急攻近你 亂用consensual 然後不停亂用藥物 期望很快消除症狀 這件事會導致細菌變種 細菌變種之後 它會越來越難醫 即是像香港的示威者 不停被警察打壓 不停用濫用暴力 水炮車, 催淚煙, 橡膠彈 越打越糟糕 越暴提升 甚至想用木製彈 打壓後就不屈不撓 越戰越強 絕對是 用細菌來形容示威者 那又是 或者反過來形容都可以 但是永遠都是一方對抗一方 你永遠的問題都是 你如果用得越強的方法 別人會用越強的方法來抵抗 細菌一樣是這樣 你用的藥物一樣是這樣 但是西方的治療系統 其實你是否不想擔重 醫療制度的負擔 其實我覺得不是 因為其實西方的醫療體系 它是一個嚴格的指標 包括你如果感冒 它不是由細菌感染 它的判斷認為你是由病毒感染的 其實它用抗生素都沒有用的 而在普通的上呼吸道 一些病毒感染的話 其實你也沒有任何藥物 是最有效的 反而藥物就是你睡覺 你吃維他命C 你恰當的休息 充足的水 和平衡的飲食 所以這件事 我不是單單說加拿大是做得好還是不好 但是在西方世界 其實使抗生素不濫用 這是很重要的要素 好了 我想問 如果現在的老人家 經常說要打流感疫苗 如果流感在外國裡面 盛行的時候 就這樣喝水睡覺 吃抗生素 吃維他命 是否頂不頂信 還是真的要有特別的疫苗 要對抗得到呢 我們要看它是病毒還是細菌 如果它是病毒感染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但是細菌感染的話 我們可以用疫苗 用來做預防 但是呢 包括我現在和大部分病人 講的治療止質 都是 你如果感冒 你整天都是感冒 一年你感冒十二次 有些人是這樣 你很好 你一年一兩次 這些很正常 一定糟糕 你不帶病 最健康的人 都是一定會一年一兩次 是的 我自己看 臨床這十多二十年 我們經常都見 如果你一年都不感冒一次 幾年才病一次 那次都很糟糕 那就很糟糕 那人都很糟糕 那人都很糟糕 下肺了 直接入內臟 已經是最強行的 才可以攻陷它 原因是因為 你的免疫系統 沒有辦法識別到 平日的細菌 然後一來一鋪 你就直到黃龍 是 這樣的情況 攻入腋要害 攻入腋要害 入內臟 你的症狀肯定很重 其次就是 一年一兩次 你可以活動 你本身的免疫系統 其實每半年 每一年左右 你病一次 你的身體裡面的免疫細胞 是有識別性的 這是很好的事 其實不需要擔心 但我們平日醫生的 有些女生病人 一年可以每次月經病一次 有些最離譜的 可以半個月病一次 又是她 真的要摸摸她 每次都是她 這個很虛的女生 其實很常見 但有些男生 我現在不得不提 其實經常都是見 有些男生 每一次 防怒過渡之後 和女伴開心完之後 然後就很容易出現鼻敏感 病症 其實這是神虛表現 你聞了什麼 就有些事 進了花蟲、草蟲去聞一遍 難道 不用聞都可以 出完東西都可以 OK 通常是這樣 因為神虛的男士 每一次在射精之後 即是發視完之後 他就會特別容易虛 身體會特別冷 你叫那些朋友摸一下頸 摸一下腰腎位置 會很冷 那類症狀很特別要提 因為今集講開感冒 這些人 自己注意 那段時間又不夠睡 那段時間流感患症 你這樣的情況 你真的不要含防 對,不要含防 禁慾 先禁慾 我當你一個星期辛苦少少 過多星期 停一停 然後等到感冒好 然後再來發洩 症狀會好很多 也沒有那麼容易病 好啦,大家成年人 都不妨打開天章 說亮話 通常在防洩之後 男女在交歡 最寬鬱的時期 通常整個人都借了 撻在那裡 又飆了冷汗 大力喘氣 嬌喘如牛 其實是否人體防衛系統最空虛 是啊 大家如果都試過 然後大家想一下 你試一下赤條條 開著冷氣 或者現在這樣的天氣 十多度 很熱 衝動的時候 一分多鐘 出汗 打開毛孔 然後剛剛發洩完 然後走去那裡 又懶得不穿衣服 然後很快會摔傷 特別容易摔傷 很常見 這個症狀 如果攪貓盡 撻不穿 但一分多鐘 就不需要流汗 那些沒什麼流汗 是無差異的 原來是 你射了就沒有了 對 即是性能力強 和性能力弱 都是有機會 都是這樣的 發洩完之後 打開了 然後一摔風 一吹風 這樣就好 明白了 攪貓盡盡 真的蝕底 幾十秒 有些人可以來一點 三十多分鐘 四十分鐘 我們通常說 常規時間 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 是合理的 當然 我們如果不計防勞 不計防止 其實現在這個季節 秋天轉冬天 為什麼每一年流感都會這麼多呢? 因為病毒特別容易入侵人體 原因是我們的免疫力降低了 好,明白 列大夫 第一節都說了很大部分 好像現在列大夫西醫教神 說回中醫 先說回中醫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也知道 亦不是真的踩中醫 當我踩到 差不多有氣管炎 肺炎等等 痰是黃色 鼻嘴又長流 其實吃中醫 好像那個效果 就好像 叫做餅貓盡 扯棋給我看 弄的也不可以 這樣的情況 我現在要撥亂反症 我現在要用鱷魚痰的手指 我們來到今集 我直接跟大家說 如果真的 那個醫師完全能夠完整對症 醫感冒 好像吃山菜 真的 好,簡單 嘩,越咳越緊要 喝極藥都沒用 嘩,老友 我醫咳很厲害 我醫咳通常醫開幾個月 然後看完專科 為什麼呢? 我們中醫很多醫生都很厲害 但是重點就是 你把握到病人的體質 醫咳是很奇妙的 咳的症狀 其實有很多是肢氣管 我們說的 航水射肺 我們很多是肺寒的問題 無論是日咳 夜咳 痰的顏色,痰的質地 咳嗽頻率 次數 他的聲調 然後他有沒有鼻水 氣喘 包括 然後氣管有沒有收窄 有沒有頭痛 加上一些感冒症狀 或者他身體虛 還是弱 還是強 不同的類型 你分別得好 其實是十拿九韻的 嗯 其實我們說感冒症 初期 其實一般的恰當治療 大概兩三天 已經KO他了 但是後面的尾 其實不單是看中醫 看西醫的人都是 看了一次兩次 用了抗生素 然後咳嗽 都可以拖過兩個星期 其實這些症狀 我們中醫治療 一樣非常有效 換句話說 不可以一美藥 就是每個都對 換句話說 有很多事情 又要看它的體質 又看它的體格 咳嗽了多久 咳嗽的症狀 氣管是怎樣 咳嗽的密密 其實很多的混合 你每一樣東西 要檢查 然後要加的份量 而那些藥 就終止了所有 以上所講的症狀 絕對是 所以我們問診上 我自己又不太喜歡 我又直接開講 政府方面 在政府公營機構 營運的 無論中醫西醫 因為他們的病人數量 真的太大 我們私營診所 正常每天三四十個 四五十個病人 恰當每個病人 都起碼有五至十分鐘的診症時間 你可以在資料搜集 都充足 但是有很多的政府 醫生診所 其實說真的 一分鐘然後 只對電腦看 都沒有看過病人 然後那些資料 完全搜集 不充足的情況下 判斷自然有不差 嗯 其實如果是這樣 應該如果是所有的事 看文問切 齊了 了解清楚病人 就像你一個 家庭醫生 看著他長大 看著他人的燥火 也好 寒底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道官哥說 其實中藥可以更加針對性 去幫助人 因為我們中醫叫個體化治療 其實我們好像 度身訂了一件西裝 西衣就是你在某一些品牌 然後直接買大馬 就是那件 沒錯 因為你用的藥 都一定是那個藥的成分 對 絕對 不會因應你的人高位肥瘦 讓你吃什麼藥 但中醫會調教不同的藥 不同的比例 不同的劑量 不同的攀調方法 明白 那我最教訓的是吃西藥 其實是吃感冒 第一 你都知道我個人腦的轉數 一定要快 是 但是你一吃了西藥 你個人就可以吃了遲鈍劑 他人很慢 然後就是頭暈生氣 他人就好像人家說發散 對 好像剔了大馬蝦 那些感覺 所以我很怕吃西藥 對 常見的 但中藥應該可以減少這種問題 很奇妙 這件事 剛剛我昨天才做了一劑 我有個朋友他很忙碌 每天都不斷說話 每天都會說幾百句話 幾千句話 他為什麼會選中醫不選西醫呢 其實因為我們的中藥 無論怎樣用都不會弄累你 是 他沒有散的感覺 散的感覺 真的感覺好像2020年太空漫游 對 因為他會麻醉 像你神經一樣 但中藥是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說真的 差一點點 不是完全對的中藥 他最終他都會走得到 那一步能夠改善你的體質 然後減低到那個症狀 但是時間有差異 大概兩三日內一定會完整解除 OK 那我休息一會 我們剛剛才回來第二集的 李大夫中醫教室 打一次啊 好辛苦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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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